都存在一些必要的學習 pronunciation 這叫做你要如何發音 然後讓別人能夠聽得懂 pronunciation是communication的一個基本部分 我們在過去裡面都希望讓各位同學去讀它 因為讀會涉及到pronunciation 你如果pronunciation不適當的話 因為我昨天就有一個學生 有一個學生小五年級來試讀 然後當然就是我這裡的學生從來不是自己 很少是人家打電話來問的 因為我並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都是大家口耳相傳 他來的時候我先問他說他本來在哪裡 這次比較慶幸的是他不是來自家音 聽到家音為德 吳老師都很害怕 因為他們的那邊的英文實在是不怎麼樣 來的就是無音不全 然後這個孩子五年級來 那我正在醜 因為我的班一個是三四年級 四年級你如果把它編到四年級 它會有挫折感 五六年級你把它編到五六年級 他如果狀況就是讀得不好 他也很挫折感 也有點很大 所以大部分的同學 大部分就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的pronunciation pr noun 這個字的動詞要小心 老師要跟你講 它是pr noun n-p-o-n-o-u-n 所以你的名詞叫noun 然後你加上一個字首叫pr 所以你在學會這個名詞之前 pr是之前 你所做的準備 nouns 所以noun就是名詞 但它演繹就是你所使用的智慧 然後我們的宣布叫nouns a-n-o-u-n-c nouns 不要念announs 不要再把n念下去了 把n念下去其實是多餘 而且會短期 可能人家聽得懂 長期你在說話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困擾 人家就開始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是很真實的 老師在國外生活那麼多年 你一個字就拼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它就會很困擾 nouns 這個叫宣布 因為什麼 我對誰說了一些話 叫做宣布 nouns 它加上名詞的時候 因為西把它當動詞 它的名詞的話就會加上 沒有 所以 here is the announcement announce 老師在講這個其實不是你 你在國中二年級 我就開始在這裡做解析的時候 你在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假如今天的國三是畢業旅行 因為國中二年級 那幾個 好 有啦 都有跟我講 禮拜上跟我講 這樣 ment加上去 但是 pronounce 這些都是noun 可是我們在這個字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加上了像這樣的字聲自我的時候 英文傾向會把它簡化 那簡化過程就是變nun 老師再說一次 一百個字有一百個字是這樣的變化 一百有一百 所以你要去學會這個很重要的通則 oun 那如果沒有的話 像這樣子 count count這個字叫屬數 那它在五代的時候 因為 要去count 我是公侯 公爵或侯爵或伯爵 侯爵跟伯爵比較多 因為公爵都是皇帝的兄弟 對不對 我當國王之後 為了不要讓你判斷 你是我弟 判亂 判亂 你是我弟弟 我就把你發配到新疆去 讓你去當海軍部長 你事實上沒事用 沒事幹 但是你就擁有新疆省 所以你覺得天天吃新疆省的哈密瓜 你覺得好好吃 然後你就 人精就不會失辨 你不會辨 而且你如果要辨 我都有拍那個 你的身邊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睡覺的人 陪你才睡覺的人 都是我的間諜 了解嗎 因爲什麼 你會叛變的時候 我會第一次先知道 然後 我就會做一些採取措施 第一個措施 先把 先判你身邊的人 先判你暗殺 因為你叛變 你的軍隊 你把軍隊派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你要宣布說 我們打回去 對不對 我身邊的人 陪你睡覺的人 做飯吃給你吃的人 然後在方面服侍 太公公 沒有 通常沒公公 身邊的你信任的人 先把你暗殺 你暗殺 你一個君主 一死 你的皇帝 你的軍隊 就會沒有目的 師出無名 對不對 如果你到了軍隊 你把我自己殺了 那你就可以回來當國王 以前都是這樣 所以 你在那邊 我先把你暗殺掉 對不對 你其實也會暗殺 所以 那種君主時代 其實都殺還殺去 這就是歷史上寫不出來的東西 你寫那個東西 就跟八卦一樣 事實上是真的 因爲什麼 就是最快成功的一部 就是把國王 把它幹掉 對不對 公爵伯爵 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派你那邊 我要數 你在那邊的時候 有馬五千匹 有人五千個 對不對 然後呢 每個人要繳人頭稅 地有五千情 要繳土地稅 那個叫做count 所以公爵伯爵 為什麼叫做count 因為你的人 你的土地 你的生產力 是可以數的 然後你要繳稅 以前說 那個 是這樣 你的電容 替你工作那些人 是我當初派你過去的 然後替你工作那些人 假如一年產一千斤 你就會得到 三百七十五斤 然後你要把另外 一千斤 那三百斤 你會得到七百五十斤 七百五斤 你得到三百七十五斤 你會把七百三十五斤 再派人來送給我 我的財政大臣 就每天在算 你有沒有把三百七十五斤 交給我 最好再把 供品 要把美女都一起送 就叫進供 對不對 然後呢 人民呢 辛辛苦工作一千斤 其實你就只有兩百五十斤 可以 所以那個叫做電容的制度 你一年 你就得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算不錯了 還有比較更多 因為你要派丁的時候 他就可以加重稅 你要再多繳 兩百五斤 再加多繳五十斤 你就剩下兩百斤 你不要想看喔 兩百斤 一年米吃不到兩百斤 是啊 那新疆沒有米啊 只有哈密瓜 哈密瓜 你種的東西不能儲存啊 所以你得什麼 你種了哈密瓜 你種的東西 你要去換 換凳子的東西 因為你哈密瓜 從新疆送到這裡來 哇 哈密瓜 全部爛掉 你打算讓國王把你給砍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古代的一些軍臣的關係 count 然後呢 為什麼會變成country 因為他如果欠收 國王給他壓力 他就要叛變 他叛變 他先宣稱說 我要成為什麼什麼國 政國 對不對 余國 所以這個字呢 縮短 所以如果它存在 是因為他必須要留這個字 那麼他就要回去 因為我多加了這個 歐就不唸 所以唸country country 五個學生就說 余老師 他教三課教的是不是太慢 他真的跟他媽媽這麼說 教字太少 他不是講字太慢 然後媽媽就說 有沒有辦法再增加他的智慧 我都會這樣 結果 我是上課 我沒有辦法 我不希望一個堂課 教你150個字 然後你回去的時候 剩下50個字 然後到下次段考 你只會20個字 因為這就是大部分的學習的效果 很差 我寧可 我上課教你50個字 這50個字 你回去之後 記得住25個字 在下次考到的時候 考到這25個字 很多字你都會 但是 就25個字 你想要一堂堂課 背著 一比百個字 用考試就可以讓你背 因為這種附中的效果 可是你回去之後 剩下50個字 因為你背完了就忘記了 然後這50個字 等到下次考到這時候 你不記得很多字 你的效果很差 這個字 我明明背過 但是寫不出來 有一個原因 pronunciation 發音 這個字 它的動詞叫做 pronounce 引申到pronunciation 這個我要去解釋過程 但這個過程 你在乎嗎 它的動詞不是pronounce pronounce 叫做什麼 我事先公佈 在一件事情中 說殺人則死 但是殺一神的 沒有關係 因為什麼 他要叛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pronounce 我預先宣佈 但是我這個字叫發音 發音要說話的方法 你要做宣佈這件事情的時候 pronunciate pronunciate 叫做發音的動詞 pronounce pronounce 你會覺得這個很難 老師必須承認 但是你可能一輩子看不到 這樣教你的老師 一輩子 看你讀得到哪裡去啊 我怎麼知道 也許你有機會 但一輩子 你可能看不到這樣的老師 因為我們花很多的時間 跟努力 才能夠把這些 變成我的能力 好 所以你的read完了之後 你在說話的時候 你要表達什麼 你的attitude attitude呢 attitude 因為同樣的句話說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really alright? 他每一個聲音 你的說話的語氣 叫做voice 所以這個叫語氣 你的語氣表示你的心情 同樣的句話 不同的語氣 不同的感覺 那這個部分呢 恐怕得要生 就是在生活當中去體驗 同樣的 人家跟你講一句話 他的語氣不一樣 他的心情不一樣 你得要聽得出來 但是這個很複雜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兩件事情呢 似乎在講這個語言的國家呢 不容易 不容易產生混淆 會混淆是第二語言 你是英語是你的second language 所以啊 現在網路上來講說 這些國家一出生就講英文的人 多幸福啊 他不再講那個母語 新加坡、菲律賓 講這些一出生 他們就是國家 就是以英語為了 現在是多幸福 我不知道以前信不信不 但是現在多幸福 他們把英語當作第一語言 來公共的 這個叫做public language 你在公開的時候 你講這個語言 使得溝通變得容易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我們 那你在read的時候 我們就在尋覓這兩個 然後呢 我們只是用listening來去驗證 那這兩個完了之後呢 你必須要在某些程度上 已經確定講好的事情 要行之語言 所以我們透過文法 這個字grammar 來去把你所聽到在這邊 去把它固定化 所以英文是一個文法最簡單 所以語言裡面文法 英文是最簡單 因為它已經行之多年 它已經很多年 它的一個特色是簡化 如果你要去學其他語言 你千萬要去知道 其他語言文法最難 我們不知道中文有沒有 但是我昨天跟我女兒講 我女兒就說中文好難 為什麼 她說唐旺的這個唐傳奇 唐傳奇 就是文言文言 唐傳奇 課本教唐傳奇這一部分 她自己讀了課外部分的這兩個部分 結果考試考試其他部分 永遠都猜不到 為什麼 然後我們問你說 那是你消 那個叫素養問題 那不能 因為你平常病 你是講這個語言 你並不會覺得說 唐傳奇有什麼了不起 你覺得你大概可以看得懂 但是你的素養不夠 所以她如果出道 只要是唐傳奇 但是她就沒有講到 這個 譬如說 那個 唐傳奇也有講到 這個 這個 什麼 唐山上 那個本來叫什麼名字 唐山上 叫怎麼轉 那你就沒讀她 你只知道 聽到 但是你沒有看到 你的時間就會比別人花的時間多 你是時間比人家花的多 在考試 可是考試時間花的多 那她有涉略 有大約涉略的話 她在哪裡 她馬上知道她在講什麼 她可以省下很多的時間 你會不會跟上次有個同學一樣 然後就放下去 然後忘了把它關蓋子上 啪 我就只好拿兩根吸水紙 讓它脫一脫 我也沒辦法多說什麼 好 所以grammar grammar 這個字變成形容詞 grammatical 要先講 這個字來自gram g-r-a-m 這個字叫做寫 字根叫寫 所以我們的計畫叫program 計畫都要事先寫出來 寫目的是什麼 可以十傳一 十傳百 我們人類在這些語言都在溝通 哇 你可以噴到那裡去 太累了 那你精神 好吧 那我就不要說太多廢話 grammatical AR是一個名詞字尾 把AR的ana掉到 變成母音 Grammatical 這個叫做形容詞 Grammatical 你能瞭解嗎 這個M不能唸兩次 所以Grammatical MATIC 變成一個字尾 那IC跟ICAL 在古代是一樣的 所以發展到現在 只剩下一些些字 為了要去區別之外 大部分還是都一樣 我今天早上起了早 我本來要去乘泳 我禮拜五去乘泳 結果乘下去 李老師這麼多年的電瑜游泳的體力 我覺得我每次乘泳沒有游一公里 我是不可能覺得夠了 一公里就是游一次 一次就是一百公尺 要游十圈 通常十圈是很少的 我有時候可以學游二十圈 如果心情好 我最近就要埋著水中的藍牙耳梯 看看會不會心情比較好 一邊游泳一邊聽ICC英文 結果心情很好 就不知不覺就多有 但是呢 禮拜五那一天 我起了大早 七點起床 七點十五分就到北港 真的游泳去了 然後做了一些適當的運動 大家都看了我 非常漂亮的泳衣 因為特別買的 非常漂亮的泳衣 真的是 我拍照拍 然後自己這邊欣賞 然後呢 跳下去 有了不到兩百公尺 我決定放棄 跑去蒸氣室 你知道為什麼 天氣溫度 那個水溫度 二十一度 受不了 我們這個年紀 因為我太久沒有用 這個年紀 當你外面溫度太低 你的血管進去收縮 血管收縮是 它要去防止那個熱量消耗 可是對你來說 血管是用來輸送氧氣的 你在聚業運動 結果血管收縮 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氧氣生物 你就開始失心 肌肉就沒力氣 你知道這個生物的道理嗎 所以不能勉強 你在那邊去休克 開始吃水 那我就放棄了兩百公尺 人生最大的 這恥辱 何勇有兩百公尺就起來 繳了六十塊錢 不願意但是有吹 有去洗澡 有溫水 然後有熱生氣 必須承認 我沒有準備夠 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就早上起來 這次沒有起得到早上 因為本來是七點要去游泳 但是沒有 在那邊想著我要去游 我會不會游泳了三百公尺 一定比兩百公尺 但是三百公尺也很丟臉 沒有一公里 就不算是運動 你下去之後 你運動時間一定要超過三十分鐘 你心臟在一百二十的情況下 必須要持續半小時 那個才叫做運動 那個叫做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在訓練 我現在在講你就是 你會花很多水 因為你學完在收縮 在節省力氣 喝很多水就是這種功能 Grammatical 叫做文法上的 它可以Grammarize 很多的字 老師把這字牽連下來 那告訴你你在寫這個時候 會射掉 老師不是不想要讓你寫 而是我們現在開始了解 凡是善加利用時間的學生 通常能獲得好成績 好 這個部分 它的第一個部分告訴你說 你要學會關係代名詞 who 好 那who跟which 老師呢 我關於文法我是不敗的 因為我去考國際的考試 我的文法是一百分 滿分的情況就是 全世界Top5% 只有全世界一千萬人 去考那個國際考試 只有百分之五 Top5% 只有百分之五 有可能考滿分 好 那 這一個是我覺得我很驕傲的地方 我在通常各種考試裡面 文法是我最優勢 因為它就簡單 它在考哪一點 都是屬於什麼 古文裡面的部分 對 因為它是簡化結果 所以到古文它就會比較複雜 可是你們又不讀古文 你們只是讀白話文而已 我也說英文的白話文 好 所以who跟which 各位同學要知道 which呢 它的先行詞 必須是一個名詞 who的先行詞 但是which就是不是人 是事物 當它是事的時候 他which 前面那件事情都可以 那who的先行詞 必須是人 這個是第一條件 第二個條件 who跟which後面必須是主詞 或者受詞 必須 因為只有主詞跟受詞 才是名代名詞 它為什麼叫代名詞 因為代替前面的名詞 第二個它叫連接詞 要當後面句子的一部分 這個是你在學關於代名詞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有的觀念 從這個出發點來講 然後你的連接詞是有分為 對等連接詞 所以你沒有辦法聽得懂 因為我是經過很多年的淬戀 那你不能把他跟我比 但是你可以跟你自己比 你每一年都在說 那個學生來 我很意外 很感覺的 哇 我上課跟他講 跟他對打 問他練習等句子 他都可以 所以芝麻街 果然是比較OK一點 但是芝麻街就是說話 就是說這樣 然後我讓他讀 他就會出現一種現象 我們讀故事本 你們都讀過 如果在老師國小念過 對不對 他會念的他就會念 認識的字他就會念 不認識的字呢 他就不會念 這是必然的道理 但是我的學生教出來 不認識的字也會念對 但是他不一定會認識 他所需要的就是怎麼 跟我講老師我不認識 我就教你要怎麼認識他 對不對 然後他還有一個方法是 他會念他也會不認識 所以他跟我的學生 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但是我的學生比他多一點 就是不會念 我的學生不認識的字 他也會念 他是不認識字 你就不會念 然後呢 認識的字也會有念錯的時候 所以這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基本我跟家長 跟家長 原來媽媽在高中工作 反正都是教育的人 然後我就講他說 我對他比較有意見的就是 他三個沒有辦法抄筆 他抄筆 因為抄筆是訓練你三個心 第一個 你腦的專心 第二個 你手的連貫性 你眼睛的連貫性 你是三個東西做不到 你沒有辦法抄筆 那個爸爸一拍打 你說得好 我就是因為這一點 在芝麻街很爛 所以我要讓他換過來的 但是呢 媽媽是說 因為 我問他你為什麼從芝麻街過來 他很自然跟回答我 我沒有升級成功 第二個是用到條件子句 我們來練習一下 student who 所以我們來練習這個句子 第一句話 因為我這部教學有一點困難 因為他編輯實在變得好寬 可是對你們來說 對我來說是很好寫 因為他很寬 我以前的筆記錄是自己畫的 就是寬線 所以我覺得他適合我某種程度 我就OK了 有人覺得說我標準很高 不是標準很高 是因為我們能夠走到這個地步 我們把事情做到那麼好 你的標準怎麼會低呢 你就會講說 你想要在這個社會賺人家一口飯吃 然後你的標準很低 人家怎麼會把事情交給你呢 凡事能利用時間的時間 你要去判斷一下 主詞是什麼 主詞是什麼 主詞是實學生 形容指是什麼 能夠利用時間的學生 那這裡有講 利用時間叫make use of 很多同學都會用第二個use well 他覺得use well不常見 老師告訴你make good use of 比較好 那good到了國中來 到高級英文來 就是proper 適當的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或者是excellent 哇 極佳的應用時間 好 好 我這樣教夠不夠 教你這些單字不是難 而是第一件事情 讓你知道智慧它的應用 不是說 所以你如果跟我講 我教得很難 應該是說 你就是有某些條件 像前面講的東西漏了 漏了 所以那所需要就是說 那就是慢慢的把它跟上來 好 所以proper 我可以把每個字都講 問題就是說 你要不要聽 我當我看到我的學生 就是精神不好的時候 我就想 那這個東西我要不要講 好 所以主詞是學生 然後形容詞 能夠利用時間的學生 這個叫條件 就是形容詞指句所說 通常能夠得到好成績 得到好成績 叫做get good grade 所以你要把句子 句子是students 好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其他 我們可以有 student在其他說 什麼樣的人 叫people當主詞 你也可以用lows 也可以 lows也是一個代名詞 lows who 那些可以 善加利用時間的 各位同學 誰會得到好成績 學生 請問一下 我大人我要得到什麼好成績 你就當學生才會有成績的表現 我們大人做錯一件事 人家都跟你批三道四 然後你的名聲不好 人家都跟你傳到很遠 所以你要犯錯 要在學生的時候犯錯 那個了不起是做一點紀錄 那個不會影響一輩子 可是你出了社會 很多錯就是一輩子都會紀錄下來 所以我們要在學生的時候盡量犯錯 跟錯誤當好朋友 但是要學會從錯誤當中學習進步 如果你持續犯錯就沒有進步 那就從來沒有承認過你有錯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有種社會教育 所以你就不要犯錯 不要犯錯你怎麼進步 你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犯錯 你怎麼會進步 一種叫做不知道什麼叫錯 第二種叫做沒有跟錯當朋友 這是兩個很大學校教育 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好 Students who can make 好 如果你這邊能 我就加can 對不對 你不加其實也可以 因為它本來就是個條件 有這樣的習慣 你加這個跟不加 它都合理 但是對於來說 你將來要去區別 你要加跟不加 who can make good use of time 學生可以善加利用時間 好 再來什麼 因為這裡我會用到can 所以我後面不知道 通常你的功課 通常能得到好成績 這個句子 我們這是形容詞指句 can you 因為我這裡加can了 如果你這邊加can了 這邊就不要加 一個助動詞不需要用到兩個地方 可是中文同學很聰明 就會把它唱進去 因為你有某種恐懼感 你怕沒有用到會被扣分 所以你要知道三種原則 英文你的造句能力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不重複性 我們不要把重複東西不斷在寫 第二個連貫性 有實態一致連貫 前面後面這句講就是跟前句有關 叫連貫性 第三個叫做一致性 一句話 它的時態必須一致 問答必須一致 can usually 好 這裡就不適合寫often often是最近那一段時間才長長 usually get 好 一致性就是學生是負數 我這邊就單是負數 如果說a student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a student這邊who就要加mix 這邊can就沒有問題 所以get good great 好 所以因為我這裡有一個good的 那你不好 所以說 你就會用 嗯 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因為我聽寫到這裡 我還有什麼用 嗯 可以用什麼用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只好把它用high grade high是可以的 因為abc高低 好 為什麼加s 因為你不會只有一顆的成績 你有好多顆 所以練習這樣 第二句話 如果你少利用浪費一些時間 我如果這樣加的話 你當然會覺得輕鬆 因為你只需要操 可是我讓你練習 是因為你要練習那種感覺 你在練對這個時候 你有的感覺 你才會進步得多 所以老師上課可以決定很輕鬆 可以讓你覺得不自在 那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呢 如果你少浪費一點時間 這裡是要練習if if的句子它只是一個連接詞 附屬連接詞 在我們附屬連接詞 在我們附屬連接詞的第四類 就是條件 附屬連接詞 我們講到表示原因的 because so 我們的附屬的連接詞 也就是它接個句子 它的功能是表示原因 附屬連接詞 好 我們要跟你各位講 我在國小四年級 我們就開始叫詞性 當你的拼音 叫發音發到最後的時候 就要告訴你 原來動詞有自偽變化 那就是自偽啊 名詞有自偽變化 就是自偽啊 那個形容詞有自偽變化 EREST 那就是自偽啊 所以我們叫自熟自偽自偽 那個其實本來就是英文的 智慧的 那叫做pronunciation的一部分 那不是你到高中才來學 而是應該很早就應該剛才學 只是因為你不是把英文拿來當作語言 你把英文當作科目 是失誤的成績 所以你才會持次發展 不重要的你不想學 所以老師七十萬人 你跟老師學姐 我保證我的品質是世界 國家的國際的水準 可是你來錄製 你不是期待一個地方的水準 那你去錄製的水準 那個芝麻街啊 那個吳老師啊 那個韋德啊 很多 好 所以 我昨天還可以稍微講一下 網路上有一種教英文 二十幾歲 哇 他把那個YouTuber 他就講英文 那一看就知道是副三代 二第二代 就是台灣人 然後過去台灣的第三代 他就是 他的爸爸媽媽跟他講中文 然後他出去外面去講英文 然後他就能夠把中文跟英文都能講 然後他就在網路上教文法 你看了 喔很有趣的人去學到什麼 沒有 那另外一個很認真的教文法 可是語氣沒有很刺激 你看不下去 那你會選擇 你的人生會選擇哪一種 有一天你要交女朋友 他在乎外表 很吸引你 再跟他小招 你的頭腦裡面沒東西 跟棉花一樣 你跟他相處不久 因為 就算一開始是性的吸引 到最後那個東西也會疲乏 對 手間永遠顧也會疲乏 對不對 好 所以 你人生是要看短 長看短 我不知道 如果你少浪費一點時間 好 然後呢 你的功課就會進步 進步很多叫make progress 在哪一方面 功課 功課英文叫做哪 功課叫做school work 這兩個 學校的 所以你在家裡的叫做home work 然後有一些同學就會說 老師我們還有學到assignment assign assign sign是給你指一個 指一個手勢 然後對著一個東西指手勢 這叫指定 所以怎麼叫指定 通常老師會給一般普遍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不會 你可以做什麼 那如果碰到這個 你很優秀 你來做 你要assign 所以 you were assigned to do something 哇 你是不是榮譽啊 因為 對不對 但你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不乖 我被指定 要被處罰 這就是中西文化不同 所以 assignment means 好 這字我們最早是從design design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要稍微先學 它就是從sign 然後它引申為signal 叫給你訊號 所以sign 路牌符號 路標 所以我們如果要依照中文的話 你就會把形容詞先講 所以 if you 如果你 west 浪費 我想上面應該有給你字 叫做waste 沒有 這個新版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想不到浪費 因為這個是國中俱樂 waste 他說 少浪費時間 就是 應該就是說 這個字你可以用less 那less的原題叫little little就是肌膚 沒有 所以用little其實是很好 waste little time 就是你幾乎沒浪費的時間 little叫幾乎 那如果你用中文就是浪費很少的時間 也很好啊 那 少一點時間 好 所以它這裡 你如果要做少浪費時間 你會把它做比較 就是waste little last time 但是事實上waste little time 比last time更好 因為你有浪費 比如說100分鐘 因為你浪費的是50分鐘 然後last time 10分鐘 所以看你要表達的是什麼 little if you waste little time 如果你浪費很少的時間 you 這裡要告訴你是什麼 在條件句裡面用簡單詞 因為這個字 你說如果這是一個事實 條件句 簡單詞的話 代表是事實 如果這是事實 很合理啊 他為什麼不用詞態 因為加在柱洞詞的話 通常是你只是特地這樣做而已 特地這樣做不一定是事實 我平常都很邋遢 我就今天 我今天去公園跑步 看到三隊 很小的女生 男女生 兩三隊 然後就看 手牽手 東晃西晃 就覺得很開心 這是我懷念的時代 40年前 我也曾經做 幹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if you waste little time 你說你會 you will 這個字需要加的是助動詞 you will 就是make 好 progress 有進步 大大進步叫做huge 如果是很好的進步 適當的進步叫做great 很棒的進步 great 如果你真的不會用much 對不對 progress 因為它是一個不可數的名詞 所以你用這些都代表了某種程度上的加劇 然後 in school work 你在寫work的時候 你要先去 你要想知道work到底可不可數 我們告訴你說只有作品 可以做為一件一件的才加s 那你不是學校去做作品 所以你是用抽象名詞 一件事在過工作 好 這個叫做好 我早上常常常常想睡覺 上課無法專心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告訴你是什麼 你現在有這個事實 好 所以feel sleepy 常常想睡覺 fall asleep 這個字 同學在寫的時候 比較麻煩的事情是 他用簡單現在式 簡單現在式 能不能fall asleep 這是不能用的 除非你用fall asleep 他常常睡熟的 那好啊 睡覺就要睡熟啊 所以你用簡單現在式的機會 是不大 不大好的 睡覺就要睡熟啊 這個fall asleep asleep是熟睡的意思 它是一種名詞 fall是進入到 這個適當的睡能 叫asleep 熟睡 所以我們就是 他睡得很熟 He is asleep Don't disturb him 對不對 Don't wake him up 不要教訓他 非常好啊 但是問題是 我們這裡不是 你上課當中 不要睡很熟啊 睡很熟 老是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應付他 好 是我剛剛在夢中 跟你聊天 你上課講得好有趣 好 所以他通常 都用fall asleep 他睡著了 不該睡著的時候 他睡著了 第二件事情的時候 fallen 所以 所以老師都要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只有你真正在寫的時候 我今天是願意講給你聽 是因為我們就開始使用這些教材 告訴你這本教材它的好在 你大部分要用的都有 你可以透過這一句子 把這樣的建議把它學會 它的效果比 你想半邊 然後呢 因為我們不能再期待你用國中的英文來寫 因為國中的智慧你就只認識 照理說 國中智慧只認識一千 國中只期待你認識一千兩百個字 你比較認真一點 你用補習的話 反正一千五百個字 好 但是我們要從一千五百個字往上 那閱讀是一種方式 可是閱讀我們又沒有考試 好 所以 fallen asleep 是常常說 他已經熟睡了 或者他睡著了 這是動作 這個是什麼 已經持續轉時間 一個用完成式 一個用簡單過去式 好 所以這個 這兩個就很不錯 我真的很想跟妳看說 因為 對啊 對不起 我錯了 我不能上網 所以今天也不會有問題 而且我 就很想看我剛剛突然想到 腦袋裡面想 對啊 我為什麼不網 對啊 不能上網 好 因為妳朋友叫王 所以不能上網 好 所以 have trouble 我有困難 所以他早上就說 我無法困難 無法專心 have trouble have difficulty 然後呢 專心這裡也有講的 叫做concentrate 所以妳要必須 必須把這個部分 好 所以主詞是我想睡覺 早上跟常常是兩個副詞 再來 上課無法專心 上課不能上主詞 因為上課 除非是個人 他的名字叫上課 成上課 成上課 上課無法專心 好 人不能有動作 不是人不能動作 所以他是個 在上課的時候 你要學會是in class 不知道他有沒有寫 他如果寫in class 那就太小看你們了 對不對 但是你不能in the class 什麼時候叫in the class 好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我早上常常睡覺 I often 常常呢 你如果用usually 哇那已經變成習慣了 恭喜你 養成了上課想睡覺的習慣 好 I often feel 好 這時候我們如果依照現在是 就是說你現在狀況說現在是 那如果用過去式 表示你已經克服這個問題了 所以當你在寫作文的時候 你是已經克服這個問題 如果已經克服問題 你是怎麼克服的 就會寫在後面 所以現在寫過去式 就是因為你後面已經克服了 如果你像現在是就是還沒克服 就是現在還是 但是你想要做什麼 後面就會變成未來式 一個句子的文章是這樣形成的 所以你光是這樣聽 你慢慢有在專心聽 那就會進步很多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的實力 好 這個叫做軟實力 我們台灣常常說 我們台灣很多軟實力 欸 有嗎 就是 我不是對台灣沒有信心 是 隱藏在哪裡 隱藏在哪裡 I often feel sleepy 我常常會想要feel sleepy 想睡覺 好 那在這裡要早上 in the morning 同學 我希望你還 你不是還在那個時代 就是說 I in the morning feel often sleepy 有可能 老師寫錯了 這邊要寫sleepy 形容詞 名詞加上y它變成形容詞 y通常是很多的這種現象 y是很多的 rainy 雨常常下 對不對 windy 風常常吹 如果今天一年 就吹這兩天 那就不叫做windy 那是什麼 sudden wind 突然來的風 一陣風 是不是 不是 那個英文是可以講 所以 翻譯不是難才教 翻譯是要去補足 你過去思考不足的部分 因為我們 我們暑假 我們加了一些 綜合的一些 文法結構 然後呢 我們沒有辦法加很多 因為這個細節 就看你們學校考不考 有些學校 就根本就不考文法 學生是背單字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是比較基礎的 那有一些學校呢 就是 他就是會指定 你一次一個段考考一節 那個學生就很厲害 我說一個小時請我一千五 對不對 他就很厲害 老師 那有阿伯 我們要考這個 哇 我一個晚上要教他一個章節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 我們一花暑假 我們教你一個章節 通常都兩節課 三節課 兩到三節課 對不對 你突然到了 那天晚上耗掉了我五小時 我對著他 他把他的問題 我對著他把所有的 那個一個章節都讀教完 他賺到了 因為這就是 這就是他可以得到好處 你想學 你就一定會學得完 所以他這一次又會考很好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賺到 你才花三四個小時 對不對 那三四個小時還有時候沒有辦法 好 好再來 In the morning 時間複指的 然後呢 上課我專心 所以 你要用這個時候的部分呢 就是變成 and 用對等連結詞就行了 and I can 我無法 concentrate c o n c e c n concentrate 好這時候呢 我也很希望 真的 我一個班級 就是希望說 如果說 如果只有一個 那正常 兩個很正常 但是我就說 多一個 三個 願意跟我問問題 因為那個已經賺到 那你問問題 我可以把三個 將來再多講一點 澄清的問題 好 譬如說 concentrate 這麼長什麼被 它就是有 c o n together 全部都 然後center 所以c e n 7 r e centrate 這個叫集中 centrate 我們把集中兵力 來攻打什麼 centrate 把它到中心來 為什麼叫centrate 這才是百 所以百跟集中什麼 各位同學 一個軍隊的最低的單位 叫做百夫長 你在中裡面 百夫長就是一個 一個連長 率領一百個人 然後呢 才能做一個攻破的工作 你沒有一百個 你沒有辦法把一個城門攻破 那個叫做集中的目的 這center 我們叫中心 就是說大家到我這邊來集中 就是center 那百夫長叫center 以前的羅馬人就在你作戰 才會攻克很多歐洲的部分 所以它是這樣 要把它集中 at就是動作 你要全部專心的動作 concentrate 所以你把c e n t i 去掉一加at 就能把這個字背起來 而且忘不了 這是我跟你講 學一個字 你看所有的c n的 c n t i的 你全部都會 這個就是你的功力啊 所以這個是你來這裡上課的最大好處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最近的請假 這麼嚴重 都不禁讓我覺得說 是不是我學費太便宜了 好 can concentrate 好 所以呢 如果concentrate 一般來說 在某件事on my work 但是這裡呢 它不是用on 因為on加某件事 i can concentrate on my work i can concentrate on的是什麼 在這個件事情進行的時候 我在寫書法 我要專心 on the writing 因為on是一件事情在進行的意思 on 對不對 the movie is on the TV is on 對不對 好 那in呢 它不是 它是一個片語 in class 它是一個片語 所以它是這裡用的 所以它事實上是在上課期間的意思 它in是指一段期間 所以in class 所以class它已經不是指一個班級 一個實體東西 好 老師很希望你透過這個 好 那如果我們用concentrate 有了吧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在這裡 你看喔 我這邊要加上 我有 你寫到這裡 因為它對補充的 我有困難 所以I have can't 另外一個 and I have trouble trouble 這個事情 因為前面有一個動作 這兩件事情是 你不做這個動作 你不會有trouble 你只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後面這個動作就要什麼 concentrating 加ing 一樣in class 老師必須要把它兩個分成 寫上面寫下面都很好 對不對 那但是它就說我有困難 這也沒有講啊 你就直接無法 所以它的困難 它就困難 你沒有辦法 從無法想到I have trouble 可是那是很好 I have trouble I have difficulty 遇到困難 需要挑戰 所以同學都是這樣 我們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看更糟的事 這個東西叫做what is worse 所以當你用到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副詞 我們稱它叫轉則語 英文一個文章呢 如果你把基本文法國中學的 我就這樣寫 一樣可以過初級 一樣可以過中級 今天我就一個國中 國一生國二的國二生 他剛剛來的時候 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對不對 來的時候 其實讀也不怎麼樣 尤其讀的他其實 但是他又很坦誠 他沒有辦法怎麼讀 經過一年半之後 對不對 學生學校班上第一名 然後呢英文很好 跟我講說 他是我要考英簡 阿英姊要有出事複事 你要我幫助你出事複事 他說複事我試試看 複事呢 老師我需要你幫忙 我說幫忙什麼 口說跟寫說 那不就全幫忙 我說ok 就在那裡有一個學生 一個國二的學生 然後呢 就在這裡 然後我就說 那我看看 我說哇 那你如果要到複事的時候 從現在開始考複事那樣半年 那你現在半年級就開始 這就是啊 先想在前面啊 你都知道我會幫你嘛 然後呢 我就給他做 這個前面部分就是 就是考你的這個寫作的語法 就是這個你來做 會變得很簡單 可是你還是有可能會做錯 然後呢 但是呢 他的答對率就不高 然後呢 但是呢 到了這個 看讀寫作 他寫的 我改的地方就很少 我看一下 就是大概三十個地方 這樣就能過 因為 總文一百分 你看你只要八十分就行 那八十分裡面還包括這個 所以就不會過 這個人家說 這個前面都是容易過的 那問題是什麼 他幾乎不會 因為他考的每一個都是文法 文法 就是你要怎麼寫的文法 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今天 我昨天晚上改 今天我早上去慢跑 跑回來的時候 看到他在圖書館前面 可以講話 所以當你看到我 你可以很平 現在就是你了解我 然後我也認識你 我會跑去 要不然我如果不遇到學生 我都盡量能比 會不會 我要等下請他喝飲料 能避都避開 因為很怕 因為我出去了 是我不認識家長 因為我家長太多了 是家長認識我不認識他 然後呢 我起身 附檢 他也要附女婀 我趕快跑跑去 你不能附我 我不認識你 我是你某某某某 馬上連教學生的家長 到時候你要假裝知道 哦 還是假裝不知道 哦 謝謝 兩種都不是 所以我出去 很怕出去 就是 所以我到橋莊 最好當然是女生 然後被認不出來 好 好 接下來 Fall behind Far Make a little more 所以這個字呢 你可以用 make more effort 更加的努力 也可以 make a little more A little是程度 程度就是 多一點點 他用更呢 不是 不是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是超過一點 好 你要用much more 才叫做更 然後呢 一點 結果這個alittle是更 一點呢 是more 所以 中文有 英文有一個 我就是在告訴你 中文跟英文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看 更加的是 我課後 若後其他同學很多 如果我來寫都不會太困難 只是要講解 然後寫 所以 what is worth 阿老師 人家說what's worse 你用what is worse 無差嘛 我把它縮寫 跟把它打開而已 這是一個轉折語 老師跟著你 你的作文裡面 如果你沒有出現轉折語 你就是國初級的程度 你沒有文法上錯誤就初級 已經補很高分了 但是你如果要進階的話 你有轉折語 這個文章才會流暢 因為你的一句到一句當中 你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轉折 你要順利很轉折 要轉的 要寫很多 才能很準 因為你突然要做變化的 所以那種 讀的人心情變化 你要用轉折語 什麼叫轉折 就是這個時候 到底怎麼變成怎樣 怎麼怎樣 所以你會有一些副詞 都是轉折語 我們在大學中 叫修詞學 所以大學會開文法科就修 修詞學指教 這種副詞 其他人 他都假設你在高中就讀了 所以你跟我想要到大學 要好好建作 我要去好好的讀英文 不可憐啊 你如果擴充滋味 還可以這麼說 看你們學校英文是什麼東西 擴充滋味 你說文法想要在大學 不可憐啊 這是你最後一個stage 因為文法不難 好 所以 只是你的習慣 What words I Fall 這個時候呢 你用現在式 不是不可以 你就是表示已經是40了 如果你用過去式 那就是你已經想辦法前進了 只是說 I fall 再來 Far Behind 好 遠遠落後 Fall Behind Fall 就是突然之間 在後面 對不對 你上次斷卡 這次斷卡 突然之間 其實它是一個連續性 可是你突然之間 雲次偏望很多 對不對 非常多 叫做 Far Behind 程度複齒 好 好 然後呢 這個很多叫做Far 我路後很多 Fall Behind Others 你用Other classmates 也對的 對不對 句子到這裡就好了 然後呢 你再來就是說 我想我應該 I think 我認為 think 後面再接個句子 I should 然後呢 Make a little more effort E-F-F-O-R-D 這個 什麼叫effort 老師跟你講 F-O-R-D 是 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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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城堡嗎 就是 你們如果玩那個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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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砍木頭開始 那個遊戲 F-O-R-D 就是攻的 F-O-R-D F-O-R-D M-O-R-D M-O-R-D M-O-R-D用來防禦 F-O-R-D 公-R-D 用來攻擊 他用D跟T來關 這兩個都是城堡 那你 城堡是什麼 你的 城堡越來越多出來 你這個組城堡 然後能向外扣動 副碉堡 是不是 讓你的攻擊的人 更有 可以攻下 你的effort 出來 向外 那是在努力 這個字叫努力 不難備 那 你的F-O-R-D 是為了要前進 為了要前進的 叫做碉堡 對不對 因為叫法式的 不是永遠的 所以F-O-R-D 是很堅硬的 那你呢 只是要躲避敵人的槍領彈 你而已 是不是 所以F-O-R-D 好 F-O-R-D-O-R-D 他讓一個法律具有力量 對不對 那F-O-R-D-O-R-D-E 我力氣出來 我就強迫 to force him F-O-R-D-O-R-D-E 推他去做什麼 強迫 力量叫他去做什麼 不是 downloaded było 這個東西其實是中文 中文是你最大的困難 因為我中文也不好 你中文大概也沒有很好 現在得 好 好 就是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 就是很多學生熬夜上網 我們要給你當作業了 Many students 熬夜叫做stay up 各位同學 我們要教的事情是 喜歡考試考試 叫做burn 燒叫burn 你在國中之為有說burn burn就是燙 燒 都可以 對不對 我們這是用火去靠近它 然後the meat meat是中間 m i d night 晚上的中間就是十二點 對不對 凌晨 叫做午夜 我們講午夜叫子夜 我不知道子夜為甚麼叫凌晨 我這個應該想一想 小孩生出來的時候我會伴命生 睡覺睡一半 我不知道 我現在努力的講midnight 但是mid是中間 我是想不講清楚你中文為甚麼叫子夜 你不會能寫午夜 直瞅銀毛陳述五位 哦 好 你厲害 你中文肯定好 你中文要用你的中文好好的培養你的英文 meat oil 我們要講文化的事情就是說 在古代油是一個很昂貴的東西 你沒有必要不要拿油出來 對不對 油很難做的 因為你連炒菜的油都很貴的 因為你要從哪裡東西找就好 對不對 殺一隻羊 是有油 可是動物油容易腐敗 你的儲存會有困難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 歐油呢 那你那種你拿動物的脂肪 雞油 不是那個汽車的雞油 雞的油 牛油 你要不要拿來晚上 晚上大家在這裡 大家都玩什麼 烤牛肉味道 雞肉的味道 你要嗎 所以那個油必須燒出來 是不會有臭味的 對不對 你拿雞油牛油下去燒 很臭 不適合做晚上的那個 對不對 你沒烤肉 一家烤肉前途 睡覺也都香 所以那種油必須是具有香氣的油 很貴 不容易炒得到 所以Midnight Oil叫做熬夜 Stay up Sit up 我們國中學了 然後鬥成Ing 所以很多學生熬夜上網 上網就講 Serving the Internet 你也可以用 The net 我們已經學會這個部分就可以用了 簡化沒有關係 好 好 再來 白天上課就一直打瞌睡 好 打瞌睡叫做 我要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好不好 打瞌睡 怎麼叫打瞌睡 老師說 你應該交五個女朋友 對 有道理 Not 然後這個字如果有字 加Ing 因為我們要叫Ing Stay up 加Ing L從物字為 Nothing off 但是事實上你是越點頭越離開 叫做熬夜 叫做打瞌睡 Nothing off 好 好 Nap Nap Nap是休息 它是小休息 Take a nap 就是眼睛閉下來 就是叫做Nap 靜休養 那個是小睡覺 小休養 那跟打瞌睡沒什麼關係 Not off Not叫點頭 點頭 然後越點越開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考試就是 He not did His 這個是人的所有格 Approval 什麼叫Approve Approve 叫做同意 去掉E加Al 叫做名詞 Not the ones approved 好 Henry Not the ones approved 是什麼意思 Approval 這叫同意 不難 就是點頭同意 好吧 你不說話 但是你點頭同意 對不對 Not the ones approved 好 因為他只是 某人做這個動作 只有代表他的 對不對 那不能夠讓所有人同意 好 所以很多學生就是這種 白天上課 各位同學 很多學生 And then 白天是During the day time 所以Day time 那晚上的時間叫 During the night time 好 你可以問我說 可不可以 During day time 不是不可以 The day time 是你有正當功 你有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卻不是做的事情 叫的 那如果During day time 是所有白天的時間 也行 那代表是你沒有自然工作 好 所以很多學生 And 你就直接用And Keep 一直 所以這裡有沒有一直 一直 你要用什麼 Keep Keep 是不變的 一直 Keep 後面就要動詞加RNG 就涉及到你在第三側的時候 要學校 對不對 好 那你也可以用BC 國中一年級 Be busy 然後忙著打歌 不錯 好 好 In class During the day time 對不對 好 因為你是在上課 In class 好 接下來 不管你有熬夜 這裡用Whether or not 所以這個不管 就是用到Whether 是否 You 所以我們為了要避免你有重複寫 You burn up Stay up 你另外一字嗎 Whether you burn the midnight oil or not 對不對 好 這叫做文言五點的表達話 用四個字 可是你用的避開了 不重複 好棒 高分 懂嗎 好 背案 第二個背案就好了 第二個背案 那燃燒職業油 老師特地把故事說 這種油 必須是會香的 你燒豬油看看 去 臭啊 牛油 哇 油啊 雞油 你知道嗎 他們會產生黑煙 因為那油不純 對不對 所以那種叫松香油 松脂油 很香 對不對 會有露棉 但是你如果是不想要露棉 你就是要用蔬油 一種植物油 然後不會有臭味的 對不對 所以一般的蠟燭 就是用這種不會有臭味的 對不對 不然就是用高級的熔岩香 就是鯨魚的脂肪 可以啊 燒出來有特殊的動物香味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色香 對不對 母毛就來了 喵喵喵 就來了 好 後門 我更加二次 這個講過了 再來就是 Whether you burn the midnight 早上都應該準時 早上都應該準時 早上都應該不是早上準時 除非你一個朋友叫早上 早上 所以 You should 這個句子主詞 You should 你都應該 always 都 叫做always W-A-Y-S 都應該 然後到校叫做arrive 有一個同學叫arrive A-R-I-V-E arrive 它叫什麼 arrive at school 我們英文的arrive 它會常見到兩個 一個是at 小地方 你學school 它沒有家的 什麼意思 你是上學 所以抽象 如果arrive at school 可以 那我不是上學 我到達學校 那就是the school 對不對 它用抽象的話 所以在這裡加了不加了 還都可以的 因為 只是到學校 如果是in 就是 in 城市 到達 北港 arrive arrive in 台北 in 下 島嶼 on 下 島嶼 上岸 arrive on the island 所以arrive 沒有辦法受詞 但是很多學生 就是arrive school 到達學校 你就把這個學校 你有沒有把這個動詞 當成受詞 那這個字一定跟arrive 你就要講 你學過arrive 有沒有受詞 arrive 這個字就是動 移動 好 那 a呢 只是朝哪裡 就有這個產生的動作 所以沒有辦法到 所以你要在這個 在一個階系詞的地方 好 然後準時 準時有兩種 一種叫on time 一種叫in time 我們在講on time跟in time的時候 in呢是在時間之內 就是你本來是在這段時間 然後你到了 時間 這段時間 就是in time 只要不是說 當當當當 踩進去 沒有被寄分 那個叫做on time 但是就是說 應該要準時 它是在講最低的底線 那麼就是最後 當當當當 那個時候 踩在那邊 不會被寄分 那個叫做on time 它是講最低 你會說 in time 是比較高一點的程度 所以通常不會用 你用in time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on time 它是通常在講最後的底線 叫on time 所以應該用這個 準時 就是這個原因 準時即時 並不是中午的原因 是什麼 實際上 你再量數學的距離 對不對 時間距離 這是最後底線 掉下去就掉下去了 對不對 這裡叫做in time 對不對 太早了 就變合理了 對不對 那如果on time 就是啪 那只適合做什麼 最低的底線 對不對 最低的程度 就是這個程度 是最低的 所以你都 you should always in the morning 才放在最後面 時間複製放在後面 好 老師呢 基本上就是 今天介紹這本書 這個部分 很希望各位同學 因為我一個單元是 我老師沒有辦法 因為為了進度 因為因為進度 同學覺得我教得很快 那我不教得很快 因為同學會嫌我教得太少 都不太適合 那 有個同學說 叫媽媽 那個爸爸是校長 那 育虹我們是好朋友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他喔 就剛剛考到了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 所以他就膨脹起來了 我再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膨脹起來了 他就覺得 我要保持這個實力 我不能讓別人講過 那英文變好了嘛 然後呢 我呢 英文要背很多單字 他就想到 他以前在家運的時候 老師 叫他們背單字 問題是 這都爸爸自己說的喔 效率問題啊 你背了50個單字 你知道嗎 你記多少 記不了多少 沒有效率嘛 對不對 我親自聽他上課 我知道啊 他今天叫25個 但是25個 你讓你去很久啊 這個叫效率問題 而不是量問題 這個爸爸自己跟我講 說你不用理他 他太年輕 不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 我不知道 加太多的方向 加太多的方向 都種方向 當你沿著街道走路 或這個 沿著街道 然後就可以拿 那 走路或開車 你走路會不會寫 walk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take a walk 看你要寫到什麼程度 好 那你說 老師你叫這個水準太低 好 straw 散步 take a straw 可以吧 我都多叫一個 然後開車叫drive 我不會別的開車 好 再來 你要把主詞動詞 再寫 沿著街道 這裡有個沿著街道 alone 這是借副詞 along the street 我們有講 你會注意 you will notice you will find 我下次再跟你講 差別是什麼 find 是 f-i-n 所以是最終 沒有劇情發展 我發現你了 我一直在尋覓面 until I find you 就是故事 就只能到這裡 不能再找別人 你為什麼 你是最後了 find f-i-n加d find是最後 finally d 然後d是動詞 I find you 所以不能再講 我會碰到別人 那你故事寫find幹嘛 對不對 好 不曉得同學 notice是什麼 note 很明顯 對不對 notice 注意到 所以英文是從那個 你在國中的那些小字發展出來 不會錯 但是如果用中文 會錯誤連篇 好 你會注意到 you will notice you will find 很好喔 處處 處處 處處到尾還能再怎樣 處處好帥 there 你要find 你看喔 你如果直接寫 你要寫there are 請 因為你要寫有 可是你這樣 find signs 後面 everywhere 副詞就好了 到處都是 好 你如果覺得everywhere 記不起來 here and there 這裡也有 那裡也有 這個也癢 那個也癢 對不對 吃這個也癢 here and there 也是到處 好 all over 可不可以 那就更大的 all over all over 四個都是踩在地上 天上都有招牌 你要寫到這麼多嗎 all over all over the place 這也叫到處 好 再來 再來 這些招號字 these signs are 被用來 後面動詞要加圓形的 對不對 動詞圓形的 好 提供 提供叫什麼 provide 提供 其他還有一些字 但是不適合用 有supply 老師都會希望你了解 因為這些都是你遲早會認識 只是當你認識的時候 你穿搏牙的時候 你在考試當中 沒人能幫你 當然要提早跟你講 用來提供 provide traffic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要學會 然後交通叫做traffic 好 老師要跟你講 因為它後面 已經有traffic safety 所以你要小心 就是交通方向 叫traffic information and direction 所以這兩個 不需要寫兩個traffic 這是這個原因 那你如果不寫traffic information and direction 也可以的 因為它就是在講交通的問題 所以也可以 to 為了要確保 好 因為你不希望再寫一個句子 是to ensure 好 insure就是動詞 people 人們的 所以people's 安全 traffic 所以你不需要再寫多餘的 你只要把people 加s 都好 people's 人們 people's safety traffic 那你前面一定有traffic 後面就不要再寫traffic 就寫safety 就可以了 你如果前面有traffic 後面就不要 不重複原則 絕對正確 因為所有的英文的寫作 都是靠這三個原則 沒有其他的原則 所以我們本來都是靠這三個原則 老師在教學 就是因為掌握這三個原則 所以同樣易懂 好 我們同學呢 就是提供你 各位同學 你的練習題 第六頁 第七頁 這樣子我才能夠做一個單元 好不好 第六頁第七頁 我們今天是三十號 我們主要要去邁向 因為我們都把未來要遇到的東西先提早講 所以比較會讓同學說 我在未來是會碰到什麼 所以這是會讓你更安心才對 不是讓你更安心的害怕 然後寫作的這個第 我們已經交到了 六七那麼二 這是什麼 四五 好 四五頁 好 四五 好 教學 解 好 然後呢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做這個 所以就先交這裡 好 希望各位同學覺得我時間能夠可以 你可以歡迎來看 一個國中一年級 1.5年級 1.3年級 他記得知道 他所練習的 他會過的 只是說 如果我有指導 他會考很高分 對不對 總分是100的寫作 他會拿到80幾分 如果他寫的 沒有這樣 會過 但是就80分 通常是這樣 他覺得 你這個很有誠意的 好 沒有辦法演算 有困難嗎 有困難嗎 哦 六到八 六七八 應該是六七八 還是六七 六 七 好 六七 好 三 七 已經 Tabii 谢谢观看